POP大国民 今天轮到你 各位听众晚安 欢迎收听POP大国民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平秀琳 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当代传奇剧场的执行长林秀伟 林老师你好 秀伟林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家应该很久都没有见到秀伟老师了 你很忙啊 非常的忙 对 不过今天是要来跟我们介绍 就是秀伟老师现在所经营的一个文创的场馆 板球放送所有一部最新的这个订幕剧 飞天女神 飞天女神 对 那它是一出什么样子的订幕剧 你要怎么样子邀请观众朋友进剧场 这个订幕剧它其实呈现的方式很不一样 那我们在两年前 我们曾经在101做过那个档扣制 就是摇滚水壶 然后我们采取的是科技跟艺术结合在一起的五面投影 前后左右还有下这个地面上 都有 所以观众在看的时候是被包覆在这个整个故事啊 这个神话里面 那这个戏呢 它其实是根基于这个五千年前的 《山海经》的一个女神西王母的这个故事 那大家知道女神西王母 西王母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王母娘娘 就是王母娘娘 对对对 那在我们台湾的庙这边 我们看到了这个王母娘是明朝的王母娘娘 还有一个姚慈姬母 她是更老年纪的王母娘娘 事实上所谓的西王母 她其实是把女人的各种在生命历程当中 她的那个成长的这个整个发展 或者文明发展的这个象征的力量 把它融合在不同的形象里面 所以你看到的不管是明朝的这个中年的这种祝生娘娘也好 或者是很慈悲的这种大地之母的这个姚慈姬母也好 她都展现出女人的一种不同的力量 所以女神西王母其实在讲一个《山海经》里面的一个第一位这个中国的女神的故事 这是一个大女主的故事 对 那就其实现在有很多我们很多那个很厉害的公司啊 都很多这个CEO都是女性 都是女性其实是非常有智慧 就是非常有才华的 然后也相当有领导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不过刚刚你讲的这个场景里头 可能有很多科技的元素在里头 对对对 那有这个可能有穿越古今 或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主轴吗 没有最主要是因为女神西王母 她讲的是五千年前 然后这个少女西王母 因为她事实上圣母西王母 对不起 圣母西王母她架着这个青鸟 然后呢她去帮皇帝打赢吃油 然后可是呢 那个时候她怀孕了 然后不慎的 比如从天上被打落到凡间 然后被羊神接走 然后在昆仑山把她抚养长大 可是等到她长大的时候呢 她回到她的虎族部落 因为他们的元神是一只白老虎 我们说母老虎母老虎就在讲 真的是母老虎哎 对啊你去你去金川她的发源地 你可以看到五千年前的石碑 里面就画了西王母就是一只老虎 对 然后呢就是她回到她的虎族部落 然后她发现她的部落呢 遭受到这个吃油后代的欺压 那所以她就历经了很多劫难 然后去拯救她的族群部落 然后在这个历经劫难当中又遇见她的白马王子 就是这个周牧王 然后她就跟她一起去克服的这些这个这个劫难之后呢 她们俩本来就是要相约相守 可是呢因为在最后一战的时候呢 这个西王母的象征就是她的精神象征天柱被打垮了之后 那这个圣母的这个精元就化为一个灵珠 然后阳神就告诉她说 如果你吞下灵珠你的血弱进化 你就变成仙体 你就会以光明之体来驱散这个黑暗的力量 可是一旦你吞下那个灵珠 你就不能跟周牧王成就你的小爱的这种爱情 可是她是呢她答应她说 即使是这样以后你生日的时候一年一会 就像之前那个牛郎子女 牛郎子女 对让他们搭起这个这个一年一会的桥 让你们两个可以再摇尺相会这样 所以她决定说吞下这个灵珠 然后用她的光明之身来守护这个整个万物 整个大自然 就是这样的一个女神西王母的一个这样一个故事 所以一年一会算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吗 其实后来就觉得哇 那个原来那个周牧王蛮渣男的 她后来没有回去 她没有一年来一会啊 对因为因为在这个传说里面我们其实是我就觉得山海经很有意思 而且那个我们整个故事是参考周天子传的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半真半假好像是很真实的故事 然后又有点神话传说 那你要知道周牧王当时候为什么会遇见西王母来到瑶池 是因为她架着八匹马 然后她飞快的到这个从这个中原 然后到这个天山这一带 所以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可以飞得过去呢 就除非用这个光速 就是AI的这种技术这样 所以如果说 对穿越 如果说她要架着马 然后她可能走半年才能够走得到瑶池去跟她相会 然后她回去再半年 就这样的话 永远花在旅途上 对对对对 所以后来好像她只回去过一次就没有再回去 所以在这个周天子传的这个传这个记录里面 还有一首白云之歌 就是女神在在在思念周牧王说为什么你不再回来了 然后呢在离别的时候呢 周牧王唱了一首皇族之苦 就是说我像我现在离开你 我的心跟足一样的苦 这样我内心是非常痛苦的这样 那这个皇族之苦跟白云之歌就被我们放在我们这个戏里面 所以这个戏呢 它有一半都是爱情的浪漫故事在里面 然后它有一半像魔戒 像阿凡达那样 它就是充满的像沙丘那样 就充满的那种神话科技啊 然后有三海经的金怪啊 然后各种造型出来 所以这个戏它很适合全家来看 感觉有一点点像仙霞的音乐剧 对对对对 它整个是因为当代传奇剧场就是我们就尝试希望把这个 戏曲的唱 念 作 打 然后它的这种东方的这种美学呢 能够透过很不同的手法 这种当代的艺术美学把它表达出来 比如说你可以用音乐剧的方式 你可以用歌剧的方式 你可以用舞台剧的方式 你可以用摇滚就是比如像我们摇滚水壶这样 或者街舞的方式 让这个传统的艺术可以活化 然后可以接触到各种不同层面的人去喜欢它 所以女神希望母基本上没有文物场也没有金剧 它其实是一个东方的音乐剧 是一个东方的音乐剧 对对对对 不过刚刚我听秀伟老师把这个剧情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 然后这个完全的融入在这个情绪当中 这个剧本是我写的 对对对对对对 你自己发想你为什么会想到写这么一个剧本 而且是从这个这么久以前的古典的这个文学当中去找到 其实是希望母的召唤 对对 要怎么召唤你 因为在我记得是在2014年吧 然后那个正好是 这个故事就是老师为什么写了这个希望母的这一个剧本的故事 我们要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再来听老师说 好刚刚提到就是 这个飞天女神的这一出剧的剧本是老师心自写的 所以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召唤或什么样的灵感 启发你去写这么一个剧本 是在2014年的时候 那个大陆他们发现了在这个应该是在甘肃那一带 然后有希望母的遗址 有的汉代的这个汉碑出现了 然后呢他们就想要在那个遗址里面盖一座希望母庙 那你知道台湾最信仰希望母了 所以我们台湾人做梦梦见希望母希望我们台湾人去盖庙 所以他们就在金川盖了一座希望母庙 那为了要庆祝那个盖庙呢 他们就想要找一个艺术团体去演希望母的故事 其实我们常做这种事情 比如说这个中华民国建国100年 我们在故宫演了康熙大帝太阳王路易十四对的这个歌剧 所以所以当时他们就想到台湾我要找谁来做这个事情 他就找到五星果了 就是希望五星果能够帮他们做一个大的剧 然后就放在就是作为庆祝这个盖庙的一个成果这样 然后当我其实因为太古踏舞团嘛 就一直在走这个神话这样的一个身心灵的大自然原始的这种作品嘛 所以我觉得也很有兴趣 所以我们就去拜那个慈慧公说我们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呢希望母就跟我们另期说OK你们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就在2014年就在那边演了 就是发表了一次这个希望母的这个女神希望母的这个音乐剧的演出 因为那时候跟我们合作就是《思路花雨》的那个歌舞剧团 所以为什么这个戏变成歌舞剧 就是因为跟我们合作的是歌舞剧团 所以他有歌手他有声乐家 然后他有舞蹈很棒的舞蹈家 然后他有话剧的演员都融合在里面演出这样 然后所以我自己本身很有兴趣 我就是去研究三海经研究希望母研究周末王 然后就把它写成一个大概是100分钟的这个120分钟的戏出来 然后呢这个演完以后我们就觉得哇这戏好好看哦 然后尤其是卢亮辉老师的音乐真的太美了 所以又气势非常的磅礴 他是用世界音乐的这种形式 这里面有大交响乐的感觉 然后有马头琴啊 然后又有很多的鼓乐啊这样很震撼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戏旋律这么美 这么好听的歌 因为音乐剧要写好听不容易啊 所以我们就说一直想要把这个作品保留下来 所以我们在跟他签约的时候说 我们有权利拥有这个这个作品 所以就心里面就一直放了这件事情 然后隔了十年之后 终于就又把我的希望母把它表现出来了 不过这个这一次的这个音乐剧 跟这个十年前在这个希望母庙所演的那个剧中间的差别是 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除了音乐是被保留之外 那比如说整个服装啊造型啊布景啊 视觉美学啊就是更当代的时尚的这种美学的艺术了 然后再来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去年我们是在台台中歌剧院 在国家剧院在魏武营都演过 那是一个殿堂级的剧场版 可是这一次就非常的简洁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小时的戏 然后有动画 所以你看到了 其实这个动画真的很花钱的 就是而且大概花了快一年半的时间去把它画出来 所以你看到是3D的感觉 就是因为它是动画的感觉 然后这是演法很不一样 就是说你看到动画里面的人物跟风景 然后突然间有真人出来演出 然后真人在消失 所以是虚实相生 那观众很兴奋 因为演员就在你的面前走过去这样子 对 然后演员就在你面前表演给你看 甚至演员可以跟你互动 所以你有点沉浸在穿越的那个古今的这种 人类的童话里面或人类的神话里面 去体验那个神话的时空 所以这个跟在这个大的这个剧场里头 歌剧院里头演出的感觉是不一样 对非常非常不一样 体验式的 你可以跟他非常近距离的接触 而且我们在演法 就是说你知道我一直从我年轻的时候 大概二十几岁啊 有时候我去京都嘛 然后有时候去参庙的时候 你那个你坐在庙边 然后你就喝一杯茶 弄点小点心 然后坐在树底下 然后感觉到那种整个庙的这种古朴的这种 那种净化心灵的感觉 然后这个对我其实心灵上其实蛮感动的 然后另外我去歌舞技做 然后就看到那个 他们有卖便当 然后很多贵妇人就坐在包厢 然后一边吃便当 一边看歌舞技 我在想说 有一天我也要创造这种剧场 可以一边吃美食 然后一边看戏 然后甚至有时候我们去西班牙 就是看Flamingo或者看去土耳其 看那个肚皮舞 他也是给你一个土耳其餐啊 或者是西班牙的餐 然后让你可以吃完饭以后 可以开始看Flamingo舞蹈 我觉得那种生活的感觉 生活的美学 它是无感的去融入 我觉得很棒 所以我也希望当代传统剧场的这个板桥放送所 他可以创造这个场域 然后让大家呢 比如说我如果我看传统戏 就是吃那个九宫格 就像那个皇帝吃的那个饭一样 然后如果我看女神西班牙 我就给你大自然裸食女神餐 然后你可以吃到这个食物的这种美好的原味这样 那所以我们会会依照这不同的票价 比如三千块两千块一千块 三千块你就吃女神餐 然后两千块呢 你就吃一个大自然餐 就是比较简朴一点 然后一千块对不起 你只有饮料可以喝 对对对 你只有饮料 咖啡茶可以喝 然后可以进去看戏 而且我们大概顶多只能接待八十位 每一场 八十位 对对对 那还做不同票价的区隔 对对对 比如说三十三十二十 成本计算上很辛苦 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觉得能够有一个自己的曾经剧场 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然后跟大家共享 是比较重要 而且更何况 我觉得是我们的演员 因为我觉得台湾为什么不太容易做成绩剧场 然后不太容易做这么精致的成绩剧场 或者是说花费这么高的成绩剧场 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做一档戏要两千万 他根本没办法回本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说 让更多人他在生活里面得到调剂 然后呢他的家庭生活 或者他公司企业行号 我们讲ESG 就共同来保存人类的文明 跟一个这个精致的文化 然后让人类的精神可以提升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这是一种文化慈善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对 我刚刚老师有讲到说 所以这一个飞天女神 这个沉浸式的剧场 她是还配合餐饮一起来的 对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买票进场的时候 她已经包含了在现场用餐的 包括时间的规划 或者是她时间用餐在观赏 第一个小时 第一个小时是用餐带看戏 看前面的三场戏 第一个小时 那个对不起 只有两千块跟三千块的票 可以进去 然后第二个小时 就会放一千块的一起去参与 对就第二个小时这样 那所以观众在 我们是把餐跟戏是合在一起 在第一个小时 那第二个小时就是纯看戏 然后座位有区隔 可能一千块的座位会比较 做的是高脚椅 然后那个三千两千还是有 比较视觉比较不同的 比如三千块还是比较正面看得到 那两千块是侧面 对对对对 侧面可能还可以跟一些鲜射握手 对对对对对对 不过最后我们都会有跟他们合影的 这个段落 对 不过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 这个在现场可以吃东西 然后又有这个互动 又有这个虚实结合的这个观赏的体验 那可是我们要在哪里买这个票 我们在那个两天月售票系统 两天月售票系统 或者是就是可以联络我们板桥放送所 当代传剧场 直接跟板桥放送所当代传奇买 对对对也可以 那现在演出的日期已经有安排了 就是三月二十九就是青年节 三月二九三十三一 对对对对 二十九号是晚上 呃晚上的话我们就是从六点半会开始 然后大概是会进行到九点钟结束这样 然后呢呃 礼拜六礼拜天就是十一点一场 然后三点一场这样 哦中午跟下午 对对对对 晚上没有 对对对 晚上没有 礼拜六是晚上 对对对 礼拜天是中午跟下午 对对对 就是我们就是从 直演三场 呃呃没有二九三十三一一这样子 总共是呃市场的演出 对这个是市场的演出是开放一般售票 对对对 高老师现在就是希望你刚才讲的这种文化慈善的概念 是希望以团体式的 大家可以共同来提升心灵的这个层次的部分 我们现在推的是这个企业能够就比如说办一些比较有文艺呃有意义的 对 一气一气结合 组织活动 对对没有 其实这个十二呃三月的二九三十三一 他基本上是散客的 就是说因为给一般民众给一般民众 那如果企业要包场或者是社团要包场要单独跟我们联络 我们就会跟他有一个另外一个定价 可以有客制化的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你现在的这个企业的推广的部分 因为我知道就是说老师经营这个板桥放送所 其实在营运上面的这一个压力也蛮大的 台务压力是蛮大的 九千万 所以也希望就是说企业能够一起投入这种类似相关的这个文化的体验 当然一方面对企业来讲 他可以增加自己的提升自己组织里头的这个文化的这个素养 那对于板桥放送所对文化事业的这一个团体的成长也会有帮助 没错没错 这个部分有什么样子比较具体的方案可以推广 有其实我们有虽然目前像我们上次在101眼的当扣制 我们包厂企业包厂包了44厂在两个月内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个成果 那我们就希望说这一次能够延续那我们从12月8号到1月底我们已经包出去20厂了 然后我们是预计希望能够到5月底的时候要包到60厂 因为在60厂里面我们可以去支付我们这么庞大的投影机 因为光是投影机都要花到一两千万 那这里面还包括你还有灯光啊还有音响啊这些部分 所以我们希望企业能够来跟我们一起来破建这个古迹优化的这一个剧场这样 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能够开放企业能够多多来支持我们 那所以如果可以跟我们当代传奇剧场来联络的话我们真的是非常欢迎 刚刚这个秀威老师讲到这个古迹优化讲的是这个板桥放送所的这个经营嘛 那当代传奇剧场现在经营的这个板桥放送所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理念 那需要大家什么样子的共同的协助大家一起成长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再来请教老师 POP大国民今天轮到你 那是一个当代传奇剧场开始什么时候开始经营这个板桥放送所 那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合作的关系 因为你是说是古迹优化 因为其实所有的表演团体就是蛮辛苦的 像我们虽然创立了38年一直在流浪 而且每搬家一次就是一个耗损 还有很多你的历史文件就会丢掉会不见了这样 那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我跟吴兴国就是奋斗了将近40年 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把我们在国际上 在台湾的这些艺术的内容跟能量 这些文化资产可以留给台湾 所以就一直想要找一个家 那真的是有一个因缘巧合 就正好我们在帮这个新北市政府做林家花园的光雕演出的时候 因为他觉得你这个团体很厉害 那我有一个场域要释放出来 要促餐 你没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竞标 那当时候其实对任何你看你这样放眼看过去 几乎没有一个艺文团体进入促餐 因为第一个促餐古迹是很昂贵的事情 比如一个古迹动辄就是要上亿 你才有办法把它整修完成这样 那板家放送所他相信5500平 他真的是在这个板桥的新板特区 远东远气的百货公司的后面 他这是一个地带 他就是一个大家虎视眈眈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很谢谢新北市政府有这么大的魄力 把它释放出来变成希望能够做到科技艺术的一个园区出来 所以我们一些企业家赞助者 像秦城科技、普莱德 就是很炎养 他们就是鼓励我们说 你们应该把它拿到这个地方 因为你不是要有一个基地吗 要有个家吗 那是不是可以作为未来教育、文化、扎根、展演、定幕剧 一个创发跟传承一个基地出来 那所以我们就很快成立了基金会 然后让我们进去可以 就是正好得到了这个标案 总共有15年的经营权 那进去之后才发现 哇大事很大条 原来为什么民间艺术团结是进不了古迹的 因为本来预计是3000万要建设 就进去之后发现 根本就是就是冰山一角而已 就是因为你还有电的问题 因为你要做这个科技艺术你要很大量的电 所以你要从外面去挖地输入这个电缆线 自己拉线 对那是好几千万的事情 你光是你这3000万就是光拉电你就没钱了 然后你还要去建设 还要去这个设计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文学馆 一个舞蹈馆 一个展览馆 一个剧院 你想想看 它有四栋是不是 对它有四栋 你想想看我们所有的剧场都盖都是几十亿几百亿的 那你要成就你的梦想 你要花多少钱 你才可以把你的所谓的文学文学的部分 舞蹈的部分 展览的部分跟戏剧的部分 好好的建构起来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也得到很多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工厂 装修工厂这些人 他们的帮助 所以很快 你看真的很不可思议 就是我们去年的 应该是前年12月进驻 它还是一个胚屋 就是土胚 毛胚屋 背墟 对 然后我们八个月 把它弄得美轮美奂 所以我是觉得说 真的很感谢我们这些做工的人 他们真的是拼了 他们知道我们八月八号一定要开幕 所以我们也在这里面 在这一年里面 我们大概已经有一万个观众进去了 已经有一万个观众 今天上午还有一个校外教学 所以就说 我们就觉得自己越来越觉得自己很重要 然后责任很重大 然后怎么样把这个场域做到很安全 又很舒适又很美 秀琳你要知道 我跟五星果是从十几岁 就在世界各大艺术节跑的人 都看过 什么殿堂籍的 连那个莫斯科的那个 那个圣彼得堡大哥剧院 我们都进去演出过了 就是在怎么样的艺术节 在怎么样的剧场 你都看过了 那你到底要把你这个梦想 怎么实现在你认为的这个园区里面 那也不是说一定要很大花钱 可是至少它的那个品质 水平 它的美感 一定要在某一个程度以上 但是美感就是钱 如果是一个拉电 你不能跳电 你电要充足 然后你的投影的设备 你有三四十台投影机 你才跟龙街一个画面 那个都是钱 然后你要有很好 没有声音的冷气机 这些部分还好日历冷气 有支持我们 所以就是很多人 有时候我说我这阵子哭最多了 我一辈子都不太哭 感动吗 不是像我在云末五集 李华铭老师说 这个没有看过林秀伟哭的这样子 对因为我就是很坚强的人 但是我这阵子哭最多就是感动 就是我在想说 为什么你们这么多人愿意来帮我 不管我的工作人员也好 不管我的企业家的朋友 身边的朋友就很 就像你一样 因为今天也在帮我 就是很多人在挺我 在帮我 就说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继续往前 所以有时候 我在剧本里面就会写说 我看见光 就是有爱才会重生 就是说因为大家对 这块土地有爱 对我跟五星果所做的事情支持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有这个责任 而且我跟五星果 其实让手牵手抱在一起说 我们两个从小吧 他是从十岁就在舞台上 然后我是从十几岁 十七岁就在云门 这样一路拼过来 就是说我们去了那么多国家了 二十几个国家 七八十个城市 然后我们做这么多的作品 然后我们跟这么多艺术家 国际级的或者国内的艺术家合作 这些都是我们人量 如果我们都承担不起 谁承担得起呢 所以我们的想法是说 因为我们承担得起 所以我们要把它承担起来 然后最重要的是 如果没有我们这群年轻的演员 我们也不想承担 因为我们有十几位演员 他们也是从十岁就开始了 他们也是走遍各个地方 然后从传统 从一个从小被打被骂 然后很辛苦的在演什么 红楼梦啊 什么风神榜啊 三国演艺水舞传 他们就是一个 像韩国人讲 就是一个行动的国宝 他们是小国宝 你们是大国宝 对 所以也是火宝 就是说你不支持他们 他们很快就会散掉 那你知道一个练功的人 你一个礼拜不练功自己知道 一个月不练功老师知道 然后呢 可能三个月不练功 观众就知道了 所以你没有给他一个场域 让他的这一生的这个艺术 可以流传下来 那你一个人如果是他花二十年 他现在他如果是十岁开始 他现在不到三十岁 一个人二十年 那你二十个人是四百年 所以四百年的资产 对 要这样子保存下来 没错 那是无形的 可能大家看不见 但是对我们来讲 就是你有时候你看到 他们那种渴望的眼光 或者看到他们的那种热情 你就会觉得说 好那我再撑一下 我再撑一下这样 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板桥放送所 对老师来讲 有一种回家传承的意义 没错没错 然后未来 未来发展 然后在这个世界非常混乱 价值观非常混淆的时刻 你知道那个传统戏曲的 忠孝结义四为八得 如果你没有这个根基 我们说讲一个忠诚好了 忠孝结义忠 你对你的工作都不忠诚 你对你家人都不忠诚 你对你的朋友都不忠诚 那整个社会一定会非常的败坏 所以不要把那个东西 都认为是八股的东西 因为有些东西 它还是很有价值的 必须要把它流传下来 从故事里面 从传说里面 所以我已经跟我们同仁说 我们在这个场域当中 我们要坚强一下 我们要变成台湾的亚威农 或者爱丁堡 然后我们要给年轻人希望 然后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要给家庭 可以有很安全 很好的心灵美学的去处 所以我已经跟他们说 每个月都要办一次 节庆的活动 比如说一月有元旦 二月有年节 传统的节庆 写春年 对不对 然后你四月有儿童节 有亲民节 可以包润饼 五月有母亲节 可以做花艺 手做花艺 然后这个六月 可以有这个汉服 对不对 时尚 然后七月可以暑期价 暑期仪 然后八月可以世界音乐祭 然后九月就可以端午 也可以有端午节 也可以有这个中秋节赏月来板斗啊 就是你可以一个月一个月 让每一个节庆 像日本很厉害 他有什么季 什么季 什么季 我现在是没有钱 我就是都是没有人在支持 都要自己办 所以就是很累 所以我是希望说 如果大家愿意来共同来参与我们的课程 来包场 然后给我们更多的资源 你给我们更多资源 我们只会帮台湾做更多的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挖配平台 就是众木 然后到二月七号 众木到二月七号 到现在都还没有凑得起投影机的钱 对对 那是一个就是以这个沉浸式的飞天女神的戏剧 对对 为主的一个众木 对对对 因为他需要把投影机 等于 因为我们是 我们厂商也很棒 他先帮我们装了 付钱再说 再说就对 对对对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众筹的部分 是希望能够 投影机 投影机的成本cover 我就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中间的story的外面 就是挖配平台 就是终木 希望大家趁还有时间 是 二月七号之前 赞助一下飞天女神 西王母娘娘 对对对 王母娘娘会保佑你 哎我跟你讲 王母娘娘真的会保佑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要演王母的 西王母的时候 我们有去拜庙嘛 然后我们演西王母的这个女主角 这是黄若玲 她拿着香在拜的时候 因为那个庙还蛮黑的 然后屋顶就是整个屋顶就蛮黑的这样 然后突然她在拜的时候 有七彩光围绕着她 我们还拍照拍下来 真的 对啊 然后出现了神机 对 然后我们就很惊讶 说王母娘娘娘将领 我们就拍照了 然后等到我们进去的时候 那个七彩光就散开了 就不见了 大概有十分钟 留了十分钟 所以她可能只对 只对这个演王西王母的人 对女神只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对对对 对就是 然后后来我们就去问那个 里面的主持 就是有点像 基同的 也不是基同 就是化身 妙宫 也不是 就化身 她穿上那个西王母的佛的这个佛跑 然后她讲话 分身 很温柔讲台语 她讲台语 因为我相信 因为他们说 封神榜里面 她和若嘛 和若韦 和若韦 就是讲台语 她就跟我们对话嘛 然后她就跟我说 你是不是很忧愁 她就问我 她很慈善 然后非常漂亮 然后我说 好像脸上有光 然后我说 对我很忧愁 她说 你不用怕 我会叫人来跟你帮助 我会叫人来跟你帮助 好道地的台语 对 揪朗 然后我听完 然后后来我们周末王坐在他面前嘛 就是朱伯承嘛 然后他就问朱伯承说 你演周末王啊 朱伯承说 是 他说 你对周末王的感觉怎么样 然后那个 那个朱伯承就说 哦朱伯承就说 朱伯承他很帅气啊 就是很音挺啊 然后他帮助希望母 然后他就问他说 那你跟希望母的感情怎么样 哈哈哈哈 然后朱伯承说 那个朱伯承说 哦我跟他有摇词 一年一会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化身就一直笑 一直笑 你跟我来 你跟我来 对 他就一直笑一直笑 他就一个 一直笑这样 哦 是吗 是这样吗 他就一直笑 我觉得蒙古 有点那个 哇塞还真的耶 真的女神降临的感觉 后来 后来是卧承就去Google 说周末王 有没有不约 后来 还发现原来 他爽约很多次 哈哈哈哈 这就很神奇 就那个体验 真的很神奇 对 不过 当你进来 我们这个场域 看飞天女神 希望母 说 你真的感觉 有一股那种气 就是那种爱 好像是串流在 整个 曾经剧场的空间里面 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们有一场 七月包场 有一个小女孩 小学一年级 哇 他从头到尾 目不转进 那个神情 让我很感动 我把拍照下来 这样 然后就说 看完以后 他说 我要学系 对 文化要从下扎梗 所以到底这个 怎么样子传承 这个传统艺术 还有这个相关的 这个 艺术的这个提升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再回来请教老师 我们继续请教老师 就是很多人谈到 这个传统艺术 那或者是你这个 比较传统 古代的这个文学 音乐 等等都会担心 说有断层的问题 就是说 现在的人 好像接触的变少了 所以很难够 继续的保存下去 像前一阵子 这个古文大战 到底该不该读古文 这件事情都变成 讨论的议题 那老师会有 这样子的忧虑吗 就是说 这个后续无人的忧虑 会会会 尤其是现在 好像台湾戏学 要招生都很困难 因为的确是 学这个传统戏曲 是困难度非常的高 所以我觉得 要潜移默化 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在开幕 这一年来 就已经迎接了 两千多的幼儿进来了 他们来学美猴王 他们来学铁扇公主 然后呢 他们来学画脸谱 然后来学一段小的诗词 所以像我们在做包润饼 我们会让他念唐诗 对 所以应该是透过一种 比较生活的 这种比较有趣的方式 然后让他们觉得 没有什么门槛 然后就可以接触 这个传统的艺术 那为什么要有节气 要有节气 让他们知道大自然的这个变化 你就可以守护大自然 现在不是非常强热企业的ESG 就是说永续 你一定要永续 不只是对土地 对地球的永续 对心灵 现在都快变成AI机器人 所以我们人 人都快变机器人了 对 就是人的温度到底在哪里 所以 其实讲一个小小悲伤的故事 因为那个 有一位 就是我们有一个企业 企业他包场 那个母亲节的活动 然后我女儿吴采玲 他们舞蹈馆 就有一场这个舞蹈的演出 然后呢 就是让他大家做拥抱啊 然后身心灵的这种交流 然后最后呢 叫他们做永生花的一个灯 就是夜明灯这样永生花 然后呢 有一个家庭 就是蛮年轻的一对夫妻 然后带着他的小孩来 一起来做永生花 可是没有多久 母亲就过世了 因为他有癌症 然后你很年轻 所以呢 后来先生就去跟他们的老板说 他真的很感谢 有这么一场活动 因为在那场活动里面 他们全家都互相的祝福 互相的拥抱 而且他们全家人 做的永生花的夜明灯 就放在那个小孩的床头上 他可以用这个花 来想念他的母亲 所以你就不知道 你听得很感动 你就不知道说 原来我们做的事情 是这么这么的重要 所以我们说有爱就会重生 就是这样 就是你怎么样让 从爱里面看到光 看到人的生命的价值 然后互相的关怀 那这个社会才会非常的平安 然后大家才会在一个 很幸福的气氛里面 你一个少子话 你才能够解决 这个少子话的问题 对 所以我希望 不管是大家能够参与 我们的募款活动 在这个挖背平台里面 来支持板桥放送所的波剑 因为波剑的乐器权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 这个好的活动出来 然后我们也希望政府也好 或者民间的企业 可以多多来帮助我们 因为一个民间团体 你要把古迹优化 真的是很大很大的责任 我希望大家一起来 来共同来复制 就是可以种下很多文化的种子 对 这当然就是从小 大家对于这个文化艺术的 这个接触 就是需要从生活当中 不断的去 紧密的接触 才有可能变成是自己 而且那是五千五载瓶 五千五百瓶 有很大的草原 可以办很多户外活动 园游会 市集 然后呢 它有很多百年的老树在那里 因为它是 就是台湾最早的 这个五大的 这个广播电台 日据时代留下来的建筑物 所以你到那个地方 就是风这样徐出来 我们还有国宝的鸟 在里面飞来飞去 国宝鸟 对 还有五色鸟 对 然后还有那个夜音 就是你进去 见到聪明鸟叫 就是你很难想象 在这个远去百货后面 会有这么大片的 这么沉浸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希望不要太过于商业化 所以我希望还是保持 那个临近的这种感觉 给你所有的美学 或者甚至是观光文旅 或者是国际的艺术交流 创生传承 都在这块地方 当然是说除了对外的这个连结 这个文化艺术教育的这个普及之外 刚才传奇剧场也把这里当成是一个 创作的地方 创作的基地 对 那这个部分会有其他的剧团 或是其他的文化团体一起进来 有有有我希望 我希望我希望更多团体来使用 比如说像我们做传奇戏楼好了 我们每个每一年的七月八月 都会传奇戏楼 我们有就是把古代的戏楼建设起来 所以我不希望说只有我们在用 而且希望能够有大碗茶 什么相声啊 曲艺啊 或者是歌仔戏啊 客家戏啊 大家都可以来用 甚至如果你要用我们的这么庞大 几千万的投影机 你可以来当摄影棚 都可以来使用 否则谁有那么多经费 可以建设这么大的一个 这么大这么高的一个摄影棚出来 那对于剧团本身自己呢 就是说你们在培养 新的舞者下一代的招募 是透过什么样的机制 我们都会单独的去公告 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们最近在做凯撒大帝 然后就在我们场域里面排练 啊终于啊 我们抛枪了 不会杀死自己 因为通常你看像这种 现代的屋顶都很矮啊 那你排练真的很难排 你要翻跟斗 就会撞到脑 这个脑震荡了 对 所以那个地方是蛮调高 它五六米以上 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来尽情的 来联络我们 然后来一起来活络这个场域 然后我们都非常非常欢迎 甚至这个街头艺人都是可以的 所以你们欢迎各式各样的活动 各式各样的发想 去跟你们合作 没错没错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秀伟老师 来这边一方面推广飞天女神西王母娘娘 会保佑大家 对对对 还有欢迎大家到板桥放送所 那这个场地 刚刚老师介绍 这个丛鸣鸟叫 然后呢鸟语花香 是一个非常适合休闲提升文化艺术的地方 等一下板桥 板桥车站走路十分钟就到了 问一问就到了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秀伟老师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请您继续收听下个小时的节目 拜拜